第二场演唱会 累计两曲总成绩前二的部落 全员安全 这个就是回到了我擅长的名义 那就竞技啊 来啊 battle嘛 那就来吧 谁怕谁 作为本季披荆斩棘众多哥哥中低道的一个 陈楚生的实力和魅力毋庸置疑 15年前陈楚生靠着那一张口就要唱哭 所有人的犹豫嗓音打败苏醒 如今又带着这220机翼的嗓音和来自西安的马柏千 在皮革上一战 没有任何犹豫 最后陈楚生一定会立压马柏千 那些幸福当心动的历历往事 让我思念一个一杯荒废的名字 要知道陈楚生一向就是擅长唱怀旧伤感的歌曲 虽然他一开口会让人觉得口音有些重 但正是独特的口音加嗓音 他唱出了美美相思 最心甘的感伤让大家共情 出舞台的一首原来的我就是最好的证明 曾经爱过却要分手 为何相爱不能享受 到底为什么 而新生代的马柏千其实实力也不差 可以说是所有哥哥中为数不多的全能性人才 曾经也是在一众爱豆小生中拼搏了一番才有后来的出道 不过只能说将还是老的辣 纵使马柏千实力相当背后还有资本支持 但在曾经的快男总冠军面前也是不能抗衡的 更何况马柏千一个人兼顾三个舞台本就是身心疲惫了 最后的结果自然而然也是惨不忍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